大家知道 这个上书在传世的文献当中 第一 它资格非常古老 号称是目前现存最古老的传世文献 第二 古人一直说这部书 截屈奥牙 极不易读 近代著名的大学者王国为先生 就号称 他说他读上书 大概有十之四五不能够读懂 这当然是谦虚的话 王国为先生如果十之四五读不懂的话 我们今天大部分都读不懂了 但是从王国为先生这样的说法 我们可以知道这部书很难读 不过我们如果把这段文字跟前面的甲骨文 经文对比一下的话 大家感觉哪一个更容易一些呢 毫无疑问是 这段文字更容易一些 假如我们对其中有一些生词 认真的去翻读 认真地去翻简各种工具书 那么大体上能够 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那有的地方还是不容易得到确解 好 这是一段 下面这个盘耕呢 孝于民 这段大家读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孝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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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觉察到 这个老百姓为什么会反对迁居呢 是由 由 由就是因 乃在位 是指的那些在位的贵族大臣 以旧常服正法度 那些在位的贵族大臣干什么呢 是用过去的那些旧制度 所谓正法度实际上就是干扰现实的制度 原因祖信 祖训 来反对现实的一些做法 于是盘耕就说 无惑敢服小人之忧真 无惑敢服 敢 无惑敢就是你们不要胆敢做什么 就是你们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呢 服就是隐匿 唐起来不让别人知道 这个唐的内容是我对民众所发布的条例命令 由是所以 所以由真就是所真 所为所真就是我归界命令百姓的那些话 下面亡命重 重就是前面讲的重期 那些亲近的大臣身边的大臣 全都到庭上来 什么是庭呢 呃 过去 这个皇帝办公 君主办公 不能说皇帝 呃 是在堂上 王坐一堂 堂的南面 没有墙 只有两根柱子 那是 那是 营 也就是说 这个堂实际上是一座 呃 坐北朝南 而南面是开放式的这样一种建筑 而且 堂是建在台上 三尺之台 就是指的 这个建筑物下面的那个平台 所以这个台是高于地面的 因此要登堂的话 当然需要有阶 有东阶西阶两个 呃 两道台阶 可以登堂或者是升堂 堂的前面就是庭 所以大臣朝会是在这个庭 而知道这个来源我们也就知道 为什么现在还有庭阅这样的说法 好 上书的这段文字我们就读完了 那么这段文字大致讲的就是 盘庚签音之后 老百姓有不满情绪 于是盘庚就让大臣 去向老百姓传达他的训诫 主要的意思就是 呃我们迁都是为了不让老百姓受到伤害 是为老百姓着想 而且我们这样做 也有历史传统 因在历史上曾经有五次迁都的事情 呃 呃 做完了这些以后 盘庚又觉察到 有一些大臣在背后挑动民众 散布不满情绪 于是他就把这些大臣呃 招呼来要对他们进行归戒 所以下面的文字就是对大臣训诫的话 这是上书的这段文字 下面呢我们再读两段左传的文字 我们这些期大家看到呃 讲授计划 应该明白我们这些整个的重点是围绕一部左传展开 好 再看一下 出五云与申包须有 有 有是动词 是相互友好的意思 有是动词相互友好 感情很好 那么到后来五云要逃亡 要逃亡 因为他这个在楚国受到呃 呃 谈害 就对申包须说 我 必处 苦国 书是什么意思呢 最早给左传做著的近代的杜玉就说 这个富是豹爷 所以我一定要抱 苦国 一定要抱苦国 申包须说 哎 你就努力吧 你能够报复楚国 我一定能够使楚国同心 好这是这段的文字 这里面呢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个富字 王立先生的童言字典 王立先生的童言字典 收了报和付 大家看一下王立先生的拟音 拟就是假设 假设他在左传时代是这样读的 这两个字的读音有两个区别 一个区别是声母 一个是轻声母 一个是卓声母 一个是没有不带嗓音的b 一个是带嗓音的b 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发现代汉语的白这个b 和发英语的b 这个b 当然很大部分中国人 我觉得都是用这个清音的汉语的b 去发这个b 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呢 就是这个负有一个一界音 一界音 就是在声母和主要原因之间 有一个过度音 就连接这个声母和这个主要原因的 第三个不同 就是一个有韵尾 歌韵尾 一个没有这个歌韵尾 这是三点不同 但是 我们看一下王力先生 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在上古同源呢 第一 声母 是 这个 发音部位完全相同 只是在发音方法上 一个是轻音 一个是卓音 第二 主要原因不同 相同 都是乌原因 只是 有界音和无界音 有韵尾和无韵尾的区别 而上次我们讲到过 汉语的韵尾和无韵尾 这个两者之间是经常发生转化的 好 下面王力先生说 在报复 在报复 报告的意义上 报和复 同源 同源就是他们 是同一个来源 好我们看一下王力先生举的例子 举身的书文说复往来也 所以这个字从错 周一太卦里面说无往不复 无往不复 也就是说有往还有返回 这个复是相对于往而言的 那么报字呢 许盛说是当罪人也 这个当是汉代的一个词汇 是给犯有罪过的人 按照法律给他处罚 这叫做当 就判罚罪人 这叫做报 所以这个字从孽 从己 这个己字 去甚至说是服罪的意思 那我们也就知道 为什么服有这个服从的意思 呃 这个己 为什么会有 这个服罪的意思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只手 要强按着他 这个 让他低头认罪 所以这个人犯罪 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这是报 因此在广雅 近代的一部字书 叫广雅 诗言里面 这篇里面说 报父也 现在我们大致整理一下 网和父 这个犯了罪 给他相应的惩罚 这两者之间在语义上 有相关性吗 没有吗 没有吗 有网必有负 讲网的时候就包含了 他一定会有返回 同样 一个人 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 犯了罪 那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这个犯罪是网 得到相应的惩罚 那就是 那就是报 所以 这两个意义之间 是有相关性的 韩非斯五度篇里面说 闻死刑之报 君为之流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 心地非常柔善的君主 当他听到 这个死刑的判决的时候 那么他会 为这个将要被处死的罪人 而流泪 这个报就是当罪人也 是不是 给这个用相应的 这个罪名 来处罚一个犯了罪的人 施经大雅一篇里面说 投我以逃报的一礼 投逃报礼 这个报是什么意思呢 你给了我恩惠 我要 回报 回报就是返回去 大家现在就知道 报和复的这个 与一上的相关性了 是不是 有恩惠也要返回去 这也是一种报 下面的例子 大家就都很熟悉了 下面一篇里面 以直保愿 以德报德 这是孔子的 这个 观点 下面 吕是春秋东城篇里面说 魏公中山 岳阳将以德中山还 反报文侯 这个报是什么意思呢 报就是父 是魏文侯把攻打中山的命令 告诉这个岳阳 那么岳阳去做完了以后 要回来报告 实际上是对魏文侯命令的一种回复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 这个报和复在与一上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杨伯俊先生的春秋左传著 在这个 我必报 土这个这个句子下面 说 史记无子虚传 这句话说 我必复土 不是我必报土 他认为 这个复是请复的意思 那么 因此我必复土的话 这个复也应该是请复 不应该理解成报复 那么 这样来解的话 从这个字的行 因意上面得不到解释 因此 杨伯俊先生认为 这个复应该是假借 通这个请复的复 但是 大家注意 这种说法 好不好呢 这个说法 其实是来自清代的学者 余悦 余悦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 但是余悦有一个很坏的毛病 就是他特别喜欢讲通讲 明明从字面上能够讲通的 他也喜欢拐个弯 说他通哪个字 因此 说这个复通这个复 不如从复和抱的同源关系上 解释我必复土 因此这个说法是不好的一种说法 好 这是一段